好,接下来又到了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词典20年的时间,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九集高雷雷。 首先要交代的是,高雷雷是一个人名,但是我们不想像用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天上的星星一样,把高雷雷三个字具象为一个概念,一个名词。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雷雷三个字里包含了一些东西,也代表了一些东西,但是拥有这三个字的主人公,却不想让它成为一种象征。 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20年的历史上,纯以足球的角度来说,高雷雷绝对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他有天赋,有能力,却从未入选过任何国资号队伍,甚至在俱乐部队里也并非绝对主力。 更多的时候,他都像是中国足球大环境当中的一个依赖。 我想说的是,我只要不按着中国足球的这个方向走,我也许就可能成功。 如果说我按着中国足球的这个现在制定的方向走,那我注定成功不了。 但是有谁又愿意站到这个对立面上呢? 重新审视高雷雷的足球生涯,我们还是要从1999年说起。 那年贾埃联赛最后一轮,只要能够战胜北京国安,辽宁队就将以升班马的身份捧起冠军奖杯。 工人体育场的那个下午,屈胜青率先取得进球。 辽小虎距离中国的凯泽斯劳腾神话已经越来越近了。 只不过高雷雷的替补登场,断送了一代辽宁人的梦想。 地下31号巴黎德斯,再转移到左侧,把恰诺的腿伤刚要去制伤,球就转移过来了。 21号高雷雷,自己射门,球进了。 21号高雷雷,30分48秒。 自己刚刚上场不久射门,球进了,1比1。 那是高雷雷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在各种假赌黑已经开始腐蚀着中国足球的年代,高雷雷用一脚世界波捍卫了足球的纯净。 那种一球成名的荣耀几乎是每名球员追逐的梦想。 但是在高雷雷身上,我们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因为其实也因为99年这个球,说实话,也掩盖了很多之后的一些自己的出色表现。 其实对我来讲,那个球不完全是好事。 对,因为太多的人去记住那个球了。 太多人看不到自己在其他比赛场次的出色表现。 真的,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不公平吧。 谈到自己的职业生涯,高雷雷总是骄傲的。 那种骄傲来源于他对自己的能力,绝对的信心。 一尝,来自我自己的一尝。 再多一下。 他的自己偷船了。 居然打进了这个球,高雷雷。 21号,高雷雷。 为了拿球。 好的,还有机会。 漂亮。 球进了。 它属于长期植入啊。 而且是一个人过了差不多三四名防守队员 好球 非常漂亮 高雷雷刚刚上场 25分55秒 25分55秒1比0 非常漂亮的进球 单从这些进球级紧来看 我们很难相信 一个像高雷雷这样特点鲜明的球员 在职业生涯当中 竟然从未入选过任何国字号的队伍 我可能足球生涯起初是一直在学校 然后一边上学一边踢球 所以说我觉得我对于国家队层面 早就已经被大门已经关死了 第一年踢假A的时候我在17岁 当时是假A最年轻的球员 按道理来说你可以踢假A了 那国家少年队和大门应该对于是敞开的对吧 包括后来99年打进了这个进球 包括那一整年 其实95年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我也没有去国家青年队的这个机会 因为那个年龄应该是18、9岁 18、9岁正好是国家青年队的士林球员 在米卢时代的国家队的话 其实当时国安队俱乐部的这个教练 Micky后来是加纳国家队的教练 包括小康涛也都跟我讲了 说了下一期国家队大名单有你 然后我当时也确实是非常高兴的时候 因为当时才自己在20岁出头 没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确实是不容易对于年轻球员 但后来俱乐部 在这个俱乐部的比赛当中 没有给太多的机会 所以说后来米卢接受采访 也是说到了 说了我也不可能说 在最后这个阶段去选择一个 在俱乐部都没有打上最后四五轮比赛的球员 我觉得他说的也完全是有道理的 所以说自己在这个足球沙当中 也确实错过了很多好的机会 我觉得这是注定了中国学生球员的一个命运 尽管屡遭打击 但是高雷雷却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形式风格 并一直坚持着自己对足球的理解 在商业比赛中面对曼联 他能踩单车过掉世界上身价最高的中后卫费迪南德 在黄马基地的训练赛上 他可以尽情的细耍征战西蚁联赛的黄马二队队员 在训练之余 他还曾配合北京电视台录制过一系列 关于花式足球的短片 不管在场上场下 高雷雷都在竭尽全力地展示着自己 这固然为他在球迷当中增添了不少的人气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 也正是这些让高雷雷引以为傲的东西 导致了他与自己的足球梦渐行渐远 我一直拿自己当个演员一样去踢球 然后不想辜负在场的几万球迷 那个时间段自己是这么去考虑问题的 但是可能真的是没有考虑到俱乐部和教练的感受 就是曾经在0506年大家每一场比赛在就是国安队在处在被动的时候 全场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呢 在周日比赛结束的第二天 周一因为我们是有例会 周一的例会会总结前一天的比赛 当时的主教练在全队会上说了 说了全场球迷越喊你 我越不会让你上场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不是说你的水平能力的问题了 已经说是可能在某些程度上 你已经被树立到一个对立面了 那个时候也注定了我离开这个环境的一个信念 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容不下我了 压倒高雷雷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06赛季的尾声 北京国安队客场挑战为保洁而战的重庆立番 那场比赛高雷雷在替补出场之后不到十分钟 就因为质疑裁判连得两张黄牌 那也是高雷雷效力国安期间的唯一一张红牌 赛后在中国足协并没有做出追加处罚的情况下 国安俱乐部对高雷雷做出了内部停赛的决定 这让高雷雷彻底告别了2006赛季 也直接导致他做出了出国踢球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也让他的名字写入了中国足球的史册 高雷雷成为了职业化以来第一个实现真正意义上自由转会的中国球员 在中国的职业合同来说 它有很多的弊端漏洞 我也抓了个漏洞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年代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呢 从一月份签到十二月底 然后再从第二年的春训结束之后 再给你谈一月到十二月底的合同 我是一月底结束的澳超的合同 所以说我最后一家效力的俱乐部并不是北京国外 我效力最后一家俱乐部是澳超的俱乐部 所以说在国际足联的这个标准下 因为当时已经有波斯曼的这个事情出来了 所以说我拿着澳超的结束的合同 直接去欧洲拿的这份合同 当时我考虑了中国足协会彻底封杀 就是你破坏了中国的规矩的话 以后你别想在中国再踢了 也做好这个准备了 觉得完全 如果国外俱乐部找不到的话 我可能就是推议 退役就退役了没关系 自己都要这种准备了 但是我想说 太多的中国球员可能没有这种血性 就是打比方吧 几百万和几千块钱的年薪 你会选择哪一个 就这样 高雷雷告别了他效力八年的北京国安队 开始了海外的漂泊生涯 一位曾被北京球迷寄予厚望的明星球员 就此淡出了中国足坛 所谓造化弄人 多为性情所致 现在一点也不后悔 虽然说因为你这样的性格 造成了你后来的这个结果 大家都觉得挺可惜的 都觉得可能本来是够国家队的水平 但是首先没有进过国家队 然后后来可能说在俱乐部也没受重用 对 慢慢后来淡出中超联赛 然后一直在国外打拼 在国外呢 可能在国内的这个方方面的报道也不够多 觉得好像就这样被人就人间蒸发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在国外的这个五六个赛季 自己是真的是充分地享受了这个足球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我可以去替自己理解的足球 我可以跟我的教练 跟我的同伴去探讨足球如何踢 然后呢 而且我也得到了教练员对我的尊重 我觉得这个是我足球生涯最宝贵的五六个赛季 经历了这么多 在高雷雷的生命里 足球已经变得不再是唯一 去边远地区建小学 支教 做慈善 做公益 这些一度和中国职业球员联系不大的事情 渐渐成为了高雷雷生活的重心 2012年 高雷雷默默地付出 终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个在事业上并不算成功的足球运动员 一夜之间成为了整个足球界 乃至整个社会 关于公益 关于正能量的代名词 而这一切 依然是高雷雷足球生涯当中 一点一滴的延续 自己出门以后 人都说了 高雷雷是球员 没有人说高雷雷是餐厅老板的 对吧 所以说 这是要背负一辈子的一个称呼 球员 所以我想说 是不是有一天 大家能说球员的时候 能竖起大幕歌来 而不是说 现在一大大建议一问 球员 吃喝嫖赌 什么都沾 就是有钱 也没文化 没素质 自己不愿意这样背负这个名号一辈子 我想做出点事情来 让大家说球员其实也有好的 如今34岁的高雷雷 在北京经营着一家餐馆 偶尔他也会亲自下厨 为顾客烹制可口的料理 每年他都会从这家餐馆的盈利中 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 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 这就是高雷雷的故事 一个人名 一个名词 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 20年的时间里 丝毫不会因为他的另类 而减少对这个名词的存在感